公元417年正月初一 按着惯例 后勤的姚红在自己的皇宫大殿里 举行了担任皇帝以来第一次新年朝会 这个本该欢庆的场景之中 姚红却是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钟声鼓声音乐声 声声刺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 事事闹心 姚红忍不住是泪如雨下 失声痛哭 让姚红伤心的 除了外有禁军不断逼近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当初姚红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驻守在安定的骑公姚辉 真的造反了 姚辉以清军策的名义 在安定起兵反叛 随即使辉师东进杀向长安 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皇帝姚红慌忙之中再次向姚绍求救 老将姚绍现在成了姚红唯一的救火队员 无论哪里着火都需要姚绍去扑灭 刚刚搞定了姚义的叛乱 姚绍就立刻集结军队 日夜兼程 从蒲板赶回长安 同安的守将姚赞等人 也纷纷率领自己麾下的兵马 回师秦王 在老将姚绍的指挥下 这后勤的政府军终于在长安郊外 一举把这叛军击垮 姚辉和自己的三个弟弟都在这次战斗中被斩杀 但是平叛的胜利并没有让皇帝姚红感到丝毫的轻松 因为就在此时姚红又得到了一个更让人惊诧的消息 东边的禁军从洛阳向关中地方杀将过来 其实原来刘豫的命令是要大将王振鄂等人拿下洛阳之后 按兵不动 等待着刘豫率领所有主力都到了洛阳之后 在和兵一处攻打后勤的老巢关中 但是王振鄂等人得知了同关蒲板一带 后勤主力被调回关中评判的消息 在洛阳的这些禁军将领们 包括王振鄂 谭道记 沈林子等人就改变了主意 这些人决定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所以要趁虚而入指导关中 禁军起初的进展颇为顺利 很快就攻下了易阳和勉持 随后东进的大军兵分两路 一路由大将王振鄂统领 西进到关中的门户同关 另外一路则由谭道记沈林子率领 北渡黄河进攻河东重镇 扑吧 但是让王振鄂大跌眼镜的是 后勤内部摇晖的叛乱 看上去很大头 但实际上却是不堪一击 居然一眨眼的功夫 就被姚绍给收拾了 这么一来 等王振鄂信心百倍的率军 来到同关城下之时 眼前的形势 差点让王振鄂从马上栽下来 老将姚绍已经带了五万后勤的主力凯旋 就在同关严阵以待等着他了 王振鄂本以为能抓个软柿子 现在发现居然抓了个铁柱子 而另一路 谭道记和沈林子 所在的蒲板也遇到了麻烦 由于这俩人部下的人数并不多 这蒲板城又是极其的坚固 加上后勤的守将尹周 比那小强还要顽强 谭道记 沈林子一时根本无法攻克蒲板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不久这后勤方面援军又来了 援军和城内守军 一起就对禁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眼见着形势不力 沈林子谭道记商量之后 决定放弃攻打蒲板 率部南下禁军同关 和在同关的王振鄂 兵河一处降打一架 在得知了谭道记 沈林子二将即将来到同关的消息之后 之前一直顺风顺水的老将姚绍 没多加考量就做出了个决定 打算吃掉谭道记和沈林子这只疲惫之师 姚绍当即亲率主力 出城迎击 但是轻敌就是失败之母 谭道记和沈林子 可不是之前的姚毅姚辉这些无能之辈 一番大战下来 姚绍遭到了他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失败 无奈之下 姚绍被迫放弃了同关城 退守定城 定城就在今天的陕西华阴 但是姚绍啊 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虽说首战失利 但是并不气馁 一路不通就再走一路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姚绍派自己的部将姚鸾 率部出击 打算切断进军的梁道 然而大将王振鄂对此是早有预料 不仅轻松的就挫败了姚绍的图谋 还斩杀了姚鸾 姚绍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 在此之后 姚绍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策略 凭借着险要地形 坚守不战 王振鄂等人由于兵力不足 一时间也奈何不了姚绍 自此这战局就陷入了僵持 而就在姚绍和王振鄂等人 在同关对抗的时候 晋军统帅刘裕 也率领着主力 从彭城出发 一路乘船 沿着淮河似水 进入了黄河 在逆流而上 向着洛阳进军了 为了避免北岸的北魏军干扰自己的行动 刘裕还特意派了个使者出使北魏 正式向北魏国主拓巴寺请求借道 与此同时 后勤的国主姚红也派出自己的使臣来到了北魏 之前这后勤和北魏已经结成了儿女亲家 姚红的妹妹平夕公主嫁给了拓巴寺 虽然没被封为皇后 但却急受拓巴寺的宠爱 面对着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请求 拓巴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于是召集了手下大臣商议此事 北魏大多数大臣的见解相当的一致 大家都觉得以水军为主的禁军 想要突破铜关 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如果这些人调个方向 渡河北上进攻我们魏国 那可要容易多了 刘裕虽然口口声声要罚的是秦国 但是兵不厌诈 实际上他真实意图是很难判断的 所以我们北魏切不可掉以轻心 更何况秦国和我们那是殷亲之交 秦国有难我们理应救援 因此大家都觉得应该发兵封锁黄河河道 阻止禁军的行动 但就在此时 一个皮肤白赞 貌若美妇的汉人文臣 却给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 这个人叫崔浩 崔浩出身于河北著名的大族 清河崔氏 是三国时期曹魏司空崔林的七世孙 崔浩的爹叫崔红 崔红自幼就有一周神童之称 而且崔红先后在前秦后宴当过官 在当时名声很大 北魏占领了河北之后 崔红又深受拓跋归的器重 先后担任了皇门侍郎 吏部尚书等要职 最后还被封为了白马公 跟老爹崔红相比 崔浩的学问其实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诸子百家到阴阳五行 无所不惊 从琴琴书画到诗词歌赋 无所不通 凭借着显赫的家世和出众的才华 崔浩很早就出来当官了 在拓跋归身边担任著作狼 而拓跋归晚年疯狂暴虐 身边的很多近臣都对他是避而远之 只有崔浩依然跟在拓跋归身边 一直兢兢业业业从不懈怠 拓跋四继了老爹的位之后 崔浩被提拔为博士祭酒 就相当于国子娟的最高长官 崔浩经常给拓跋四讲课 这个拓跋四喜欢阴阳数数 正好崔浩在这方面很是精通 就经常为拓跋四解答疑难 因此拓跋四对崔浩是极为信任的 各种军国大事也都要找崔浩商议 这一次崔浩先是对局势进行了这么一番的分析 崔浩跟大家说 刘豫早有吞并秦国之心 如今老主姚星已经死了 这个儿子姚洪懦弱无能 秦国内部又纷乱不已 刘豫趁机伐秦是志在必得 如果我们发兵切断刘豫的进军路线 这刘豫一定会迁怒于我们 转而渡河北侵 到那时我们岂不成了前秦的挡箭牌了吗 更何况如今我们北方的柔然时常侵扰 国内的收成也不好 到处都在闹饥荒 如果此时和刘豫为敌 大规模发兵南下 那北方的柔然人肯定会趁虚而入 到时候咱们可就首尾难顾了 随后 崔浩又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 崔浩继续跟大家说 我们不如就借道给刘豫 不要阻挡他西上 然后出兵控制他们东归的道路 如果刘豫获胜了 他一定会感激我们 如果刘豫败了 那我们也不失旧秦之名 为国家谋划的人 就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怎么能为了摇星的女儿耽误了大事呢 尽管这崔浩讲的是头头是道 阵阵有词 在场的众多众臣却依然对崔浩的话不屑一顾 这些北魏的众臣依然强烈主张必须要出兵阻击进军 刘豫虽然嘴上说是西征 但实际意图很可能就是北进 如果现在借路给刘豫放弃了黄河防御 那岂不成了引狼入室了吗 可能北魏的拓跋寺觉得双方讲的都有些道理 最终拓跋寺找了个折中的方案 既没发兵阻断黄河上游 也没痛痛快快的借流欲盗 而是派了老将长孙松率领步骑兵十万 驻守在黄河北岸 严密监控并伺机干扰进军的行动 长孙松把自己的大本营放在了山东辽城一带 同时又派出了数千的游击骑兵 就像影子一样跟着黄河中的禁军船只一起移动 对禁军的行为进行了抵禁侦查 禁军的大部队中啊 有很多后勤粮草船只 这些船载重量太大 又是逆水行舟 只能依靠南岸的人拉着欠往前前进 有时候碰上风大水机 负载过重的嵌绳难免就会断裂 导致整个船失去动力 被湍急的水流冲到了北岸 这种送上门的猎物 激发了北魏游击骑兵与生俱来的劫掠本能 这些骑兵立刻出动 一拥而上 将船上的货物是劫掠一空 船上的禁军士兵则全部被杀害 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发生多次之后 刘豫彻底火了 就派了部队渡河反击 但这些北魏骑兵机动性实在是太强 看到禁军上岸 北魏骑兵立刻远顿 而禁军大多为步兵 想追也追不上 等禁军一撤 这北魏游击骑兵又回到了岸边 继续从事打劫的工作 刘豫对这事儿非常的头疼 怎么才能给北魏人一点教训呢 这事儿啊 非常有难度 主要是因为出动的禁军人数不能太多 战争规模不能太大 只能点到为止小胜即安 否则就会跟刘豫避免两线作战的基本战略相矛盾 可是如果出兵太少 以步兵为主的禁军 又如何才能战胜这些强悍的北魏骑兵呢 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无解的难题 面对如此的难题 刘豫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咱们下次继续说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有点赞 我感谢全击订阅